嗨,大家好,欢迎收看Movies公园,我是圆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三五成群》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案 就如片名所说,三五成群,没一个好人 看电影的时候我没敢挪开眼睛 这些未成年人为什么杀人抛尸,我想看得明白 看到后来,渐渐深陷于情节 什么是电影,什么是现实,分不清 1997年5月14日晚上 年仅16岁的少年陆志伟被一群14人的同党 带到秀茂平村某座第1508室内 以不人道的方式对待,并向他持续虐打 陆志伟最后当场死亡 同党在这段弄出人命后,恐怕事情会被揭发 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便把死者的尸体 拖网以化为重建工地的第32座的垃圾房烧毁,毁灭证据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电影 《大王一伙人》深受古惑仔系列电影的影响 总以为自己可以像陈浩南山鸡他们一样威风 影片一开始,他们就杀死了一名告密的同伴阿姬 在《大王的指挥》下,手下们买来了煤油和工具 准备将阿姬的尸体焚烧 这些人分工明确,顺利将阿姬的尸体运进了一栋烂尾楼中 烧完一次还不够,连续烧了好几次 是要把阿姬烧成灰 事情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阿B的父母对他疏于监管 一出事情就相互推卸责任 警察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开始,阿B还是个好学生 但是跟着大王混久了,变得越来越叛逆 两个人经常拿着古惑仔的漫画 幻想自己的未来 一天,阿姬在打球青年旁嘲讽个不停 说他球打得烂 青年忍无可忍,教训了他一下 阿姬不服气,将这件事天油加醋点倒黑白 告诉了大王,说对方看不起大王 大王知道阿姬一向嘴巴臭 了解事情的经过后,准备带着阿姬离开 谁知青年却得理不饶人,出言侮辱他 大王便和青年打了起来 幸好老师及时赶到才没有发生群殴事件 别看大王在外面威风 其实在家跟废人差不多 每天只能对着自己的母亲耍狠要钱 另一伙势力的头目叫番薯 他住在泰国区 如花大叔看在番薯父亲的面子上 才让他跟着自己处理垃圾 但是番薯整天只知道古惑仔漫画 根本不想工作 如花并没有因此怪他 但番薯却经常欺负老师的如花 番薯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找学生雷肥 因为他没本事又懒 所以只能找学生的麻烦 一次番薯的手下惹到了一伙人 被对方法用脚抽烟 番薯保护了手下 但自己却遭到了一顿毒打 番薯的此次行为 让他赢得了泰国区家长的夸赞和手下的敬佩 因此让他有了底气跟父亲顶嘴 还更加认定了自己做的都是对的 和父亲吵完架的番薯来到了如花家 抢了如花的床 一天 手下介绍几个小太妹给番薯认识 但是这些小太妹却嫌番薯档次太低 丝毫不给他面子 阿B在踢球时惹到了低头蛇小黑 大王只好带他道歉 阿B说我们这样太憋屈了 不如搞个团体 到时候就不会被欺负了 大王想了想同意了他的提议 阿基因为嘴臭惹到了番薯 阿基不服 再次跑到大王面前添油加粗 大王觉得是时候立威了 于是带着手下来到球场 番薯虽然人多 但是这些人只是帮他撞声势而已 大王狠狠揍了番薯一顿 打完后大王成功将番薯一伙人收鞭 势力壮大后他们很容易地教训了小黑 事后大王叫阿B给组织取个名字 于是皇朝便这么诞生了 组织的大本营设在如花家 组织的日常开销 由一名家境较好的女生负责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大王决定去楼下的便利店偷东西 他负责假扮顾客 其他人在外面打架吸引老板的注意 还好有两名警察巡逻路过这里 大王和一名手下被当场抓住 两人扛下了所有的罪 警察也无可奈何 两人很好奇 古货材里从头砍到尾一点事都没有 但他们一动手就被警察抓住 一天 番薯看到如花把捡到的游戏机送给了阿基 心里很不爽 竟然打算烧死如花 幸好这伙人还有点人性 这段时间番薯一直没回家 父亲叫来舅舅准备教训他 阿基叫如花说出实情 让舅舅揍他 好给自己出出气 如花便按他说的做 谁知道舅舅反而被教训了 几人知道是如花出卖了他们 便将如花毒打一顿 阿基的下场更惨了 男生打完女生打 阿基最后被打得奄奄一息 阿比突然发现 阿基好像不行了 建议叫救护车 大王怕事情败落后坐牢 所以不同意 最后阿基果然还是死了 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如花一晚上对着尸体精神差点崩溃 只好选择报警 阿比第一个被抓到 他们问警察是谁告的状 警察居然如实回答道 是如花 我都惊呆了 后来是皇朝成员陆续被抓 还有的在家人和老师的陪伴下投案自首 这件残忍的虐杀案终于浮出水面 最后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对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